好我们继续再来关心的是 大陆四川省的甘孜州卢定县 在5号发生了瑞士规模6.8的地震 结果导致人员伤亡还有灾损 总统蔡英文以及行政院长苏贞昌 在昨天都已经表达了慰问以及关怀之意 总统府说蔡英文向不幸罹难的人员 还有家属至上哀悼之意 也希望大陆方面的相关搜救 还有灾后复原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当然我们继续来看到 这起强震其实造成蛮多人伤亡的 同时也有十多人失联 根据央视的报道指出 由于这个镇央位置是在海螺沟街道 因为通道很狭窄 情况又很紧急 因此在救援机具 没有办法到达的情况之下 救援人员是用徒手挖土的方式 成功救出被压在房子底下的男子 好为了协助救灾 大陆国家航天局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卫星应急机制 调度了十多颗的卫星获取灾区的影像 提供给救援团队对于灾区的空间资讯有所了解 大陆的航天局6号又再度成功发射了两颗卫星 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连续三天都突破万例了 而且在开学之后的一个星期 有三千多名的学生确诊 卫生官员认为暂时不需要全面停课 不过近期呢 也累计了超过三千多人 他们是在染疫 显示确诊过的抵抗力 其实是蛮短暂的 因此港府呼吁中秋节应该要减少跨家庭的聚会 香港新册确诊连续三天破万例 随着学校开学 师生每天快栽 连续多天都有超过八百例确诊 一星期有近三千五百例 主要不是哨泪传播 所以没有需要全面停课 而近期每天有大约1.5%到1.9%的比例 属于二次感染 累计超过三千例 他建议缺诊或准 然后接种疫苗的也要尽快打针 用富裕中秋节期间减少夸家庭聚会 另外香港警方逮捕一名医生 怀疑他滥发阔眠打针证明书 初步估计八月至今开了六千份证明书 涉及金额一千两百万台币 至于香港能否在11月起放宽旅客入境到零加七 特首李家超说会基于多种因素做评估 另外有首例猴斗输入香港 患者从美洲返港正接受隔离治疗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 还要来掌握的 这是英国的先任首相特拉斯 已经正式走马上任了 当地时间的6号下午 在苏格兰接受英国女王的任命 从官方所发布的照片当中可以看到 特拉斯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堡 觐见伊丽莎白女王 成为女王在位70年以来任命的 第15位的首相 高龄96岁的女王因为行动问题 不便往返伦敦 这也是女王首度 不是在白金汉宫 或是温莎城堡任命首相 至于英国的第一猫咪赖瑞 在送走了三任的首相之后 现在也要迎来他第四任的主人 英国的外交大臣特拉斯五号 当选了执政保守党党魁之后 6号接替了强森成为新的首相 同时预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 他的外相遗缺 现在预料是由柯维利来接棒 英国媒体指出 柯维利跟特拉斯一样都是对华鹰派 此外特拉斯将会在8号这一天公布 应对能源价格飙涨的政策 包含了冻结电力 还有天然气的价格上限 一年半等等 还要来关心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6号这一天 在威斯康星州 举行了劳动节的演说 他批评共和党的极端主义 同时呼吁民众 要为美国灵魂而战的时候 突然是遭到有一名抗议的男子 打断他的演说 这个时候拜登虽然保持礼貌 但是居然讽刺这位抗议者是白痴 现在美国的各大媒体近期 也因为拜登的演说 偏激太政治化 因此拒绝在黄金时段 来转播拜登的演讲 我们带您了解 拜登在威州举行教士演说 呼吁民众捍卫美国民主与平等 而非盲目追从共和党的极端主义 没想到这回遭呛时 拜登出人意料 见酸讽刺 回呛这位抗议者是白痴 其中选举倒数两个月 拜登炮火全开 甚至狂轰川普拥护者 然而美国四大新闻网 CBS NBC ABC和FOX 都以拜登说辞过于政治化为由 拒绝在黄金时段 实况转播拜登演讲 宣扬这样通膨法案的同时 还不忘提共和党光说不做 拜登的造势之旅 已经因为强硬措辞 激进言论 引发外界踏发 华又更评论 拜登演说太偏颇 并不是在团结国家 另一方川普回击 绝不会任由民主党摆布 至于拜登的外交宠几单 美中紧张关系变本加厉 比川普时期更加险俊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克鲁格就警告 拜登将川普政策武器化 将风险扩大到欧盟 日本 乌克兰及台湾 克鲁格认为美国透过各种手段 维持全球霸主地位 可能导致世界经济衰退 甚至引爆更严重的全球萧条 记者陈里斯文报道